汇丰銀行既然他處於一個這麼大殺戀的地方 整個尖沙咀兜頭兜亂煮著他 陰陽陽氣匯澤過來直衝於他這麼大的氣衝 為什麼你會覺得英國佬真的這麼傻嗎 在那裏起自己的一個旗立汇丰銀行的總學 所以他是找了當時最高深的風水家 研究了很多得出了一個結論 所以你見到匯豐銀行這個企業是千秋萬代 起碼對我們這代都還沒壞 你說將來壞了我不知道 起碼到現在是不斷地輕旺 首先他將它建成一個元寶 一個山形 換句話說用山形的勢來頂住這個殺戀 因為我說過陰陽會氣這個氣衝很大的 然後他直接和政府買了他面前的愛丁堡廣場 和皇后像廣場 他買了之後他不用 他不用就製造自己的名堂 根據中國風水學法前 左青龍右白虎前前朱雀後元武 然後現在抱著名堂 名堂前下有水 玉帶環腰 不過玉帶環腰後面有一個很大的黑手 就是尖沙咀一眼兜後兜面捉住他 換句話說地勢贏了 但是客觀環腰還有一個傷害就是尖沙咀的氣 於是他起的時候 人家當時就很大方的 匯豐銀行樓下都是不用的 首先他起了很多級石級 一級一級上去 換句話說那隊殺氣由尖沙咀衝過來的時候 經過前面的兩個廣場 皇后帳廣場 愛丁堡廣場 將氣先上岸 先弱了 弱了然後再弱一弱 就要透過很多級樓梯 才上到匯豐銀行的正門 而匯豐銀行的正門 中間又是內局 又整個大明堂 樓下不多用的 我說你現在就不知道 你問一下你的爸爸媽媽媽媽媽爺爺 當時匯豐銀行樓下是不多用的 然後就弄兩條樓梯透氣上去 即是說將氣削弱了蓋 然後立氣為用 你餓的 我將你三減四減減到最弱的時候 將你洗淚洗 由殺氣變旺氣 然後透過兩條扶手田樓梯透上二樓 好了 二樓以上的才是真的營運的地方 設很多檯面 工作桌 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counter 再對上就好其他辦公大樓 舊匯豐銀行是這樣的格局 所以換句話說 它一級一級利用來削弱了殺氣 然後立氣為用 成為旺氣透上去二樓慢慢用 好了 這就是當時換句話說 它明明將這麼凶狠的殺氣 都立為旺用 這就是風水學上高叫做 立氣為用的其中一個例子